小站入住的这家民宿 在杭州中豪五星国际广场二号楼 叫泽宝的家中豪二号店 它是通过美团民宿订的房 房子是月层户型 使用面积60多平方 从订单记录来看 小站从3月17号一直住到8月4号 每天的房费从205元到330元不等 这样算下来 一个月的房费至少要六七千块钱 就是图他们的那个酒店里头的管理 方便能够帮我照看我的猫 日用品能够经常换 跟店里讲过 就是你在房间里可能是要帮猫 跟他们讲过 一开始的话都是放在笼子里的 然后就是后面猫咪是生宝宝了 所以我才放出来 8月4号 小站跟民宿方面结清了房费 但对方把照片上 这五只英国短毛猫全部扣了下来 不让我拿走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他们要求是要求我按照他们的价格 赔偿完毕以后才把东西归还给我 因为小站的猫抓坏了房间里的家具和陈设 按照民宿方面提供的照片 真皮沙发上有多处划痕和小破口 窗户的沙帘也有不少祈求和破损的地方 民宿方面要求小站对这些损失全额赔偿 加起来要一万多块钱 但小站只愿意为沙发支付一两千块钱的赔偿 小站认为自己跟民宿方面提前沟通过 而且在美团民宿的订房界面上 这套房子的入住须之中也有允许携带宠物的字样 所以自己不应该全额承担 这家民宿的负责人不在店里 在电话沟通中他表示 他们允许客人携带宠物 但小站在房间里养了一群的猫 他们实在难以接受 已经多次建议小站搬走 它是上养型的 整个房子里面非常凑 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 它又是反正无数次的拖欠房费 就一下子也消失了 但最近一次它一共消失了十几天 联系不上它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那我们就是告诉它了 那我们要清理房子了 目前把它的猫也都养得好好 还是希望客人把这些损坏的物品 至少得赔掉 然后把它的猫和行李都领走 你跟酒店有训练过十几天吗 没有 你7月份的时候 有没有拖欠房租 有拖欠过几天 三四天 当时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话是我微信的支付 就是说出现了限制 民宿负责人告诉记者 房间里的多数家具和陈设 都是在宜家上买的 价格都是可查的 并不存在虚报价格的问题 至于赔偿谈不拢 店家就扣了小站猫的行为 律师认为店家无权这么做 扣留猫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因为这个猫是客人的财物 而且它是一个活物 如果客人欠你的钱 或者说给你造成损失 那么你可以通过起诉到法院 要求法院判决 然后要求这个客人 来承担配偿责任 188黄剑记者报道